高雄的居民呢 就像高雄的太陽一樣的熱情 但是你以為這樣就夠了嗎 No... 姐還知道一個地方 比高雄更熱情 十幾百倍 而且更豐盛喔 哈哈 那就是來自於 南美洲的西班牙式料理啦 所以待會兒 姐讓你去體會 相信你一進門就能感受到啦 歡迎來到熱情如火的西班牙餐廳 來自二瓜多的魯畢大媽媽 保證會讓你嘗到 到底又熱情的西班牙美食囉 嗨 魯畢大媽媽 嗨 魯畢大媽媽 你到底還好棒喔 嗨 什麼事 各位朋友們看到 是什麼最好的朋友 魯畢大媽媽 我們剛才做的那個SALUDO 嗨 什麼事 嗨 就是我們南美洲呢 大家打招呼的方式就是用這樣子喔 超熱情 超親切的 我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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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餓了媽媽要帶我來看 她今天在煮什麼東西 什麼想要吃呢 首先 我有餓了 這個東西叫做EMBANANA 就是他們的三角脆餅 我餓了EMBANANA 我餓了骨頭 我餓了骨頭 很美味 這個裡面有雞肉 還有加一些馬鈴薯肉 一些其他東西 超好吃的喔 是嗎 就接下來 魯畢大媽媽 就要為大家示範 三角脆餅的作法 看起來好像不難耶 Jer 別光看 你幫忙做做看吧 好嗎 對 這樣嗎 然後你放一點點 旁邊沾一點水 就有點像我們在做水餃一樣 沾一點水 然後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 對 對 這樣嗎 對 這樣嗎 這樣嗎 對 我包得比較不漂亮 他包得比較漂亮 你看喔 是 看得了沒有 是不是很像水餃呢 只是他們不是用水煮的方式 是用炸的方式 所以吃起來口感會非常的不一樣喔 這個叫做 衣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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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班牙文就是烤肉的意思 對 衣補 烤肉對不對 衣補 你為什麼可以吃辣籐嗎 很好吃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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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會講一點點中文 我們跟Ruby媽媽吃奶 很好吃的東西 很好吃 很好吃 跟味道 Ruby媽媽超可愛的 她雖然只會講一點點中文 但是來這邊吃飯的客人 都能夠感受到她的熱情 相信剛剛觀眾朋友也見識到 所以媽媽很喜歡抱我們 然後陪我們一起跳舞一起玩 她的熱情會讓你感覺到非常的溫暖 加上她的食物真的是一級棒的 哇 我們來看看 妳看 顏色變了 Hola 觀眾朋友們 Hola 在西班牙語就是Hello的意思 Hola 所以今天呢 你看我這兩位非常熱情的朋友 就是小五跟Ruby媽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非常道地的西班牙美食 但是小五 你要不要跟大家說一下 你跟媽媽是從哪裡來的 媽媽是跟媽媽是從厄瓜多 厄瓜多的那邊 然後我是三歲 三歲才回來到台灣 哇 所以厄瓜多相信很多朋友 應該不知道在哪裡 其實呢 就在地球的另外一端 對 就 在南美洲的部分對不對 對 所以那裡也是講西班牙文 對 所以他們做的菜呢 其實就是非常道地的 西班牙式的料理對不對 對 所以今天大家來品嘗 看這個非常特別的這個呢 有點像台灣的炸火一燈 但是其實他們當地的小吃有沒有 要不要跟大家 媽媽 怎麼叫媽媽 這 這個 這個名字叫 那小五 你們有沒有發明一個中文的名稱 就是三角脆餅啊 因為它 就是其實做的時候很像那個水餃 可是就是我們會 故意幫它做得比較三角型一點 對 然後它裡面就是還有 香蕉口味的 跟 起司口味的 和豬肉口味的 對 它現在吃到的 好香喔 對 它現在吃到的是那個 豬肉口味的 對 打下去的時候那個餅皮都是脆脆的 而且外面那皮甜甜的耶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會在上面撒糖粉 就是外面會裹一層糖衣 然後你咬下去的瞬間就是 有不一樣的口感 吃起來甜甜的 所以裡面其實是肉 老肉嘛 你們自己做的肉 然後但是外表呢 炸完之後酥酥脆脆 但是又甜甜的 吃起來很特別喔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呢 西班牙最有名的 阿薩羅 就是烤肉拼盤 烤肉 對 一些東西都 我們把它綜合在一起 因為我們 在那邊是還滿少吃 還滿少吃白飯的 所以說我們就是用馬鈴薯 去代替飯 米食類的 對 那像我們 我們的料理大部分都是 以馬鈴薯為主 以馬鈴薯為主 對 媽媽說馬鈴薯 馬鈴薯 是 爸爸 爸爸 其實馬鈴薯在西班牙文 翻譯很好玩 說馬鈴薯 爸爸 爸爸 就是像我們在叫爸爸一樣 但是 但是一樣了 它很重要 那個馬鈴薯是 每天日常生活中 他們都會吃 應該是說餐餐鼻吃的對不對 所以像你們這個烤肉啊 平常是直接這樣子 搭配馬鈴薯吃嗎 對 還是要搭配生菜沙拉 因為我們生菜沙拉是 剛開始吃會比較清爽的感覺 對 那就是說在吃的時候 你可以用搭配的方式 或者是說你先一口氣 先把生日沙拉吃完 然後再配這樣子 都可以這樣 好清脆喔 GET RICO MIRRICO 我們這馬鈴薯超好吃的 它咬下去呢 不是像我外面蒸的 那種軟軟的馬鈴薯泥 它是很脆 咬下去那個口感很特別 來自二瓜多的Lupita媽媽 六年前來到台灣 因為思念家鄉的美食 所以兒子決定幫媽媽 開一間小餐館 這樣喔 就可以天天用西班牙美食 跟大家交朋友 媽媽 你喜歡台灣嗎 我喜歡台灣 所以我告訴你 我兒子要找一個商業 我問Lupita媽媽說 她喜歡台灣 她說她很喜歡台灣 很喜歡台灣 很喜歡台灣 你喜歡台灣嗎 最喜歡台灣的什麼東西 我喜歡台灣的食物 我喜歡台灣的食物 對不對 好特別喔 就雖然來自一鄉 可是其實她還是很喜歡 我喜歡喝珍珠奶茶 她說她很喜歡喝珍珠奶茶 她說她很喜歡喝珍珠奶茶 我喜歡 很喜歡 Lupita媽媽超可愛的 她超愛 超愛的 她也喜歡台灣的衣服 她說很漂亮 好可愛喔對不對 所以現在你們餐廳店裡面 只有媽媽一個人在顧嗎 對 媽媽跟她的朋友 因為就是媽媽是外國人 那她就是 可能在外面也會認識到一些 同鄉的 從其他國家來 對 從其他國家來 可是也會講西班牙語 然後她就是 大家就會認識 然後就 一起來到這邊 就覺得 感覺好像回來 回去那個 瓜多安那種感覺 對 或者是西班牙的一種風氣 對 所以說 就是她 她朋友有時每次 就會常常過來這邊 對 然後就互相幫忙 有些幫忙 一起送餐 或者是煮飯 店裡面的雞腿超有名 就每次必然一定要吃的 哇 妳看到沒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這個醬 我最喜歡你們加的醬 你們不是用罐頭那種醬 是自己煮的對不對 對 我們是 用 14到15種的 那個素材 用14到15種的素材 下去 下去燉 然後去調配這樣子 對 然後重點是 我們還有加 好吃呢 加一個還滿重要的東西 對 既然是什麼 商業機器就不講啦 對 然後我們 加那個是日常生活 大家都看得到的 加了之後就是 它會讓那個雞肉變得很嫩 對啊 你看它咬下去 看到沒有 它的肉超鮮嫩的 而且你咬下去那瞬間 那個皮跟肉就分開 然後在你嘴巴裡面 就咬沒幾下 就很順的就滑進去了 這個肉真的很好吃耶 對 所以這道菜呢叫什麼名字 茄子雞腿燉飯 對 它是我們 我們店的招牌之一 招牌菜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客人就是 都是衝著這個來的 真的 它的雞腿好好吃喔 它們的醬真的很特別 就是它外面那種茄汁醬 你吃到那種酸酸甜甜是不一樣的 它有一點點辣就對了 一點點小辣的香氣 一點點辣 可是它的辣是怎麼 就是有那種味道而已 它不會是想整個辣 它不會辛辣或是讓你嘴巴麻什麼樣 它是吃下去 反而讓你有點提升那個雞肉的味道 很特別 所以呢 有沒有注意 各位觀眾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每道菜旁邊都會附沙拉 可見那個沙拉 它對他們醬汁的人來說也是很重要 對不對 而且就是我們沙拉的部分就是 因為都是採很新鮮的沙拉嘛 那這樣子我們就是吃的時候 比較不會去覺得說 那個味道好像都一樣 好好吃喔 這個這個這個 真的要跟大家介紹 也是我最喜歡的 各位觀眾朋友 這是什麼 烤雷的爸爸 烤雷的爸爸 這個呢聽到爸爸就知道 馬鈴薯又出現了 所以你看台山樣菜裡面 就有很多東西出現馬鈴薯 這就是馬鈴薯泥 那小五這個吃法是要拌飯 還是用沾的吃啊 這其實吃法 很多客人都 就是有不一樣的吃法 然後他也都會問我啊 那我們其實 就是用馬鈴薯去拌飯這樣 直接用拌的這樣吃 對 直接用拌的下去 因為 因為我們的 鼠泥跟一般可能 其他像法式那種比較不一樣 之前是 比較屬於一片球狀的 對 然後球狀的部分的話 但是我們是比較液體的 所以比較容易拌飯這樣 嗯 很香喔 那個奶油的味道 跟馬鈴薯混合在一起 而且它雖然是馬鈴薯泥 但是你還是可以隱約吃到 那一點點的馬鈴薯的泥塊 對不對 它在你嘴巴裡面 還是跟飯混合在一起 然後加上 這是加奶油嗎 還是加什麼香料去調配 因為它吃起來比較 因為它吃起來比較 所以它裡面有加一些特殊的東西 然後是盧比辣媽媽自己研發的 自己做出來的 對 所以在台灣其實其他地方吃不到 像醬馬鈴薯泥 因為我們在外面吃 基本上都是那種 單球馬鈴薯啊 加一點那種肉汁醬 可是跟這種味道完全不一樣喔 這是比較西式的吃法 好特別喔 好特別喔 而且我們 我們就是 這樣子的話會搭配一個肉排 那我們肉排的話也是特別醃漬過的 會用那個 我們的香料下去醃 對 所以基本上吃馬鈴薯泥飯啊 再配上這個肉排 最對溫對不對 對啊 其實我覺得來這邊吃飯啊 另外一種最幸福的享受就是 媽媽她超熱情的 而且她很喜歡擁抱每個客人有沒有 所以客人如果你來的時候 媽媽很開心的跟你打招呼啊 請你不要嚇到 因為呢南美洲 其實我們都是非常熱情的 來嚼 來嚼喔 吃這東西很好吃 很好吃 記得 觀眾朋友記得要來找 路邊媽媽吃美食喔 耶 謝謝 店員 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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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來這裡 這裡 快點 點 đầ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